看這一筆 他說這個高二有26班 有26個班級 然後參加花工畢業旅行 規劃有甲乙丙 三條的路線 最初的投票及協調結果 甲線有6班 乙線的話有7班 丙線是13班 後來經考量行車安全及用餐衛生 最後決定甲線改成8班 乙線改成8班 丙線改成10班 那也就是說 要從丙線這裡 抽三班 抽三班的話 有兩班到甲線 一班到乙線 那也就是說 顧虛從丙線以抽籤的方式 抽出三班來 其中兩班到甲線 一班到乙線 好然後呢 那所有可能的抽籤結果有幾種 那這是第一小題 那把這三班 13班裡面 我抽兩班出來 這13班裡面 我抽兩班出來 到甲線 然後呢 剩下11班 再抽一班的話 到那個丙線 到乙線 那這個就是可能的抽籤結果數 那這樣的話 算一算多少 這13乘以12 除以2乘以1 再乘以11 這樣多少呢 6 所以是66呢 乘以13 18 19 這是6 這6 8 5 所以858種 第1小題 858種 這樣看第2小題 第2小題的話他是說 畢業旅行 第一天住花蓮 美輪換店 加以秉町物給更新 更新任9個人 現在9人的話同一組 然後分住呢 三個不同的房間 分住三個不同的房間 假設是三個房間 每間住三人 三人 好甲乙瓶三人必須完全分開 甲乙瓶必須完全分開 那各有幾種分法 那我就把甲乙瓶 先 把它抓出來 然後每個人一間 就有多少 就批三取三 這三接種 甲乙瓶三個做排列 然後甲乙瓶的話 放進去了 這是第1個步驟 剩下兩人兩人兩人 就隨便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我甲 再把剩下6個人 抓兩個人 放到 那個 甲這一 放到第1間 剩下4個人 抓兩個人 放到第2間 剩下兩個人 抓兩個人 放到第3間 總共有這麼多種方法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 三接乘是6 乘以多少 6取2 再乘以4取2 這樣等於540 第2小題是540 再我們看第3小題 第3小題他說 畢業旅行回程坐火車 現在有那個 10節的車廂 就是 1 2 總共有10節 10節車廂 那10節車廂的話 本校分配到4節車廂 其中有兩節 分配到的車廂 其中有兩節 是 相連的 那由 鐵路局任意的指定 其他兩節不相連 其他兩節不相連 那現在的話 有幾種指定方法 那這時候怎麼辦 那這時候的話 我就什麼 我就這4節 把它挑出來 那剩下6節 6節 6節 或者是我先把6節 擺進來 1 2 3 4 5 6 然後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4個 其中的2個連在一起 跟這個跟這個 再把它插進去 插入空隙以後的話 它們之間就不會相連 那現在的話 有幾個 幾個那個空位呢 1 2 3 4 5 6 7 7 現在都7個位置 7個位置的話 然後現在的話 我取 3個出來 7個位置 C 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 7個位置 1 2 3 4 5 6 7 7個位置的話 那 那我插入3個 插進3個的話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有一個2節 2節的 R 在多少 在那個 這個叫A 跟2個A 跟2個A 要插入呢 這1234567 7個取3個出來 插進去 那剩下的話 剩下是空隙 1234567 減那個 3的話 有4個空隙 4個空隙我用這個 然後這個做不定相互的排列 所以是7階層 1階層 2階層 跟什麼呢 跟那個4階層 這4階層 所以這樣就變成了 7 乘6 乘5了 4階層約掉了 再除以2 這是2 那這樣得多少 23得6 3721 21再乘以5 515 52得10 所以105總方法 所以總共有105總方法 這是第3小 第3小題是105總方法